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喂 我 出发了吗 出发了 我们也出发了 咱们晚上一块儿喝酒吧 好啊 这次我请你 一言为定啊 不过话说在前面 你要是再喝醉了 我可不管把你背回家啊 这一次肯定是我把你灌醉 那得看你的本事了 不过说实话 我还真的想 好好的喝醉酒醉一回呢 哥们儿什么都没有 就是有本事 肯定不让你失望 对了 还有 还有一件事啊 什么事啊 小梁 如果这一次 我的运气用完了 呸 呸 呸 说什么呢 我把我的运气都给你 肯定不会有事的 再说我跟欣悦结婚 还得让你给我当伴郎呢 你开什么玩笑 我都结婚了 快当爹的人了 我怎么可能当伴郎啊 那怎么了 我无所谓啊 哥们儿无所谓 咱们人民警察 歹无尽济 那行 那你无所谓的话 那我就更无所谓了 找你当伴郎 就是因为你能衬托我 行了 我这边快到了 不给你臭屏了啊 兄弟 保重啊 你也是 多保重 晚上见 晚上见 看我 金正 什么事儿 这么兴师动众呢 还得每个人都到场 人都到齐了吗 齐了 之所以我现在要求 今天大家都要到 是因为我接下来讲的事情 跟在座的每一位 都有直接的关系 得由你们自己来决定 何去何从 金少 你说的我腿都等了 大家都知道 干咱们这一行 每天都在提心吊胆 我就想问问 大家愿不愿意 从今以后少一点点的提心吊胆 谁不想啊 难道你有什么好招啊 没什么好招 就是想问问 大家愿不愿意相信我 之前大家跟着坤叔在一块儿 那日子过得滋润 风光 这钱赚的 跟大风刮来的一样 有什么好招 但是 我很理解 这每一分钱赚得都很辛苦 很危险 树大招风嘛 谁让坤叔把BH99做得这么地大 其实在坤叔出事之前 他已经想到了 国内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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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去投靠张定邦 可是没想到 最终客死他乡 坤叔走了以后 我想了很多 我认为 大家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平安地活着 有什么好招快说呀 走 走 对 走 我们要跟坤叔的过去 跟BH99 彻底地断绝一切的联系 坤叔现在虽然已经不在了 但是 之前留下的案底 留下的线索 并不会就这么消失 不想被警察顺藤摸瓜 一锅端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走 这也不能说走就走啊 咱们跟东南亚那边 还有三顿后没交呢 兄弟们准备大干一场呢 当然了 我说的走不是真的走 秦少 听你的意思 是已经找到后路了 对 为了东南亚的交易 我费了很大的劲 想要继续赚这份钱 那就必须要离开这儿 离开国内 我们另外开辟市场 否则的话在海滨 到处都是警察 就算我们想要大干一场 我们根本就施展不开啊 就怕有命赚 没命花 靳少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就说 天下这么大 咱们干吗 非得在这儿 在警察的枪口下 抢这口饭吃 坤叔已经死了 是不是 咱们有谁 能比坤叔还厉害 齐哥说得对 就是这个意思 以前 海滨曾经是 最安全的地方 但是现在呢 是最危险的地方 请大家放心 我说的走 绝对不是对坤叔的背叛 而是让坤叔的心血 用另外一种方式 继续地延续下去 那我们去哪儿啊 请容许 我先跟大家 卖一个关子 等到时候 大家到了地方以后 就会知道了 那 那咱们什么时候走 现在 现在 对不起 可能我现在这种做法 对于大家来说 是一个突袭啊 但是没办法 这样的事情 没办法提前说 因为 谁能担保 咱们这里边 没有警察的人呢 但是请兄弟们放心 对于你们来说这是突袭 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万全之策 咱们的账 咱们的账在我手上很清楚 我已经洗白了 到了那边之后 大家用的每一分钱全部都是干净的 我现在想说的是 想要跟我走的兄弟们 马上收拾好所有的设备和你们的东西 跟着我一起走 因为到了那边以后 我们要马上开始干活 不愿意走的人 我可以理解 因为 毕竟海滨是自己的家嘛 可以留下 留下的人 之后找到我 我会给你们一笔 让你们满意的安家费 何去何从 自己选 先生 我跟你走 我去 我也去 金生 我就跟丁你了 金生 我阿龙抛家弃子 这辈子就跟你了 大家生死与共 兄弟们 亮点干吗呢 收拢你呀 动起来 收拾 亮点啊 动起来 收拾了 收拾了 几个 把那边拆了 你们几个 这边 这边 全部都给我拆了啊 一个都不能上 这边都乱走啊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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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呢 他们都现在在干什么 坤叔 他们把咱们的设备全部执掉装车 要用往另外一个地方 那一箱一箱的是什么 这一箱一箱的 就是咱们之前丢的那一吨BH99 全是咱们丢的货 坤叔 我查了账户的钱 早在两个小时以前 就一笔一笔地转走了 这 全没了 没了 逗逗 我出去一趟啊 家里燃气没了 我去买点放杯万一 你怎么了 有点头晕 哪儿不出锅啊你 不知道啊 怎么突然之间不太舒服呢 会不会是发低烧了呀 那你别出去了 这万一待会儿你出去 我一个人在家这出什么事了 你帮我把体温器拿了吧 好好好 那你躺着别动 我去拿啊 我 我靠会儿 帅阳 豆豆姐 我出院了 你出院了 你出院这样的事 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们呢 我们好去接你啊 豆豆 来 体温剂来了 你量一下 好嘞 那我就先出去了啊 那个九叔 我 我这个头晕 你说会不会 要不要量一下血压什么的 要不我先测着体温 你再去给我拿一下血压剂 好不好 好 这谁的电话啊 那个 邵阳啊 好好好 没事 我跟九叔说话呢 跟局里说一下 一切正常 老九没离开家 这老板 蔡老板 那个靳远 恐怕是真想要你 怀疑他是警察吧 这样才能忽略他的 真正野心 真是得到你的真传呀 狼子也醒了 终于暴露出来了 你看 他现在已经学会了 制造BH99了 老兄 你就认命吧 坤叔 大家以为您都不在了 所以才跟新元走 您要赶紧出现 不能再隐瞒大家了 坤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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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啊 快来吧 他们所有人 都要跟靳远走 您快来吧 走 喂 刘局 根据黄队的定位显示 他们已经靠岸 好 你马上通知靳远 说蔡炳坤已经上钩 目前已进入海滨